眼看刘基的演讲陷入了尴尬的局面 这个时候一个美女出场了 这个美女就是孟江 实际上这个美女的言行就是孟江女哭长城里的孟江 孟江女哭长城 这个典故相信大家都知道 她可能被抓去修长城 在大秦时代被抓去之后就意味着回不来了 所以漂亮的孟江就变成了一个寡妇 这次孟江出场就干了一件事 那就是证明钟将军的为人 在孟江看来钟将军确实是一个好人 当初为了救自己 最终还差点丢了性命 所以孟江劝大家好相信钟将军 不得不说孟江妹子确实是一个美女 她的话还是挺有用 很多人都选择相信她 现在孟江就已经常给农家弟子送吃的 也算是后勤队伍之一吧 但是刘基也说了 孟江就是寡妇一个 这点毋庸置疑了 只要男人被抓去修长城 就没有回来的 不过孟江妹子对男人都没什么兴趣 怎么说也要考量一下历史典故 但是在动画中 孟江却被钟将军看上了 刘基说话很直白 她直接告诉钟将军说 寡妇门前实费多 让她要盯极点